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绿的频道 你看今天咱们把这富豪排行榜又拿出来了 你就知道我要聊什么出事的了 你看这从第一到第四 人人都离过婚 马斯克马老师 更是以三次离婚荣登榜首 而且其中两次都竟然是跟同一个人 你说这富豪离婚本来不算傻事 但这次是他们心目中的模范夫妻比尔盖茨 就连李开复都觉得 大憋眼镜 5月3号的时候 比尔盖茨的前夫人米琳达盖茨 就在下图提交了离婚申请 而且这次又是在西雅图 上一次西雅图不相信婚姻的时候 是2019年 就是世界首富 林亚马逊的创始人 Jeff Bezos跟他的老婆离婚了 这离婚不要紧 一下就诞生了世界的女首富 小令我又本着生活我聊什么的原则 今天咱们先来说说比尔盖茨离婚那些事 背后到底有没有什么原因 咱们再来聊一聊 这些富豪离婚背后 大家都很关心的财产分割问题 也学习一下 是为哪天能用得上的 咱先简单说一说 比尔盖茨夫妇的点事 他俩是87年的时候 米琳达就叫他小梅吧 小梅在87年毕业加入了微软 他是杜克 计算机和MBA双学位的一个硬核学霸 那时候 比尔盖茨刚三十出头 但是已经是billionaire了 基本上可以算是 当时世界所有女性当中的一个梦中情人 在微软里头 经常你就看女员工穿一件T恤 然后上面写 Gates marry me 就是那么个形象些人 为人非常的谦和 妥妥的一个钻石王老五 你说王老五为啥看上了小梅呢 之前比尔盖茨自己也说 可能是因为长相吧 真是个钢铁之男 非常的坦诚 然后这俩人都是工作狂 所以就经常在办公室里头约会 小梅也在比尔盖茨的手下一只 茁壮的成长 直到手下管理好几百号人 直到94年的时候 两人结束了爱情长跑 他那时候就花了一百万重金 在夏威夷租下了一片岛 迎娶比自己小九岁的娇妻 小梅 之后呢 两个人就相亲相爱 然后经常到处撒狗粮 就比如说 美琳达过生日的时候 比尔盖茨立马说 让我们余生共舞 小梅登上泰的演讲 登上时代周刊的时候 比尔盖茨立马发来贺爹 情人节的时候 比尔盖茨发个照片 搂着老婆去买水果 然后说 我这一生再难遇到 这么好的伴侣了 而且还有很多日常秀恩 简直就是宠妻狂摩 撒一地狗粮的模范夫妻 而且这两个人 不光是生活爱情甜蜜 一共有三个孩子 在事业上也是非常亲密的伙伴 你看他俩创办的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这把人俩名像爱情的结晶一样 这夫妻俩 从94年到08年 两个人就自己掏腰包 一共自己就捐了360多亿美金 还共同忽悠着他们的好友 巴菲特同志 也是承诺要捐300多个亿 这三个人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出入 就跟拜了靶子似的 然后还说 我们把钱都投到这个基金会里 等我们去世20年之后 我们要把这些钱都划光 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个人的慈善基金会 到现在在性别平权 全球的社会健康 环境发展领域 已经捐出了500多亿美金 但是你说万万没想到 你说就这样一对 不管是在爱情上 还是事业上 都举案其媒的模范夫妻 5月3号的时候就发文说 我们准备结束 长达27年的婚姻生活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在一起成长 一听说这无法共同成长 这外界就开始 各种议论纷纷了 很多人就吐槽 你说是分手就分手 离婚就离婚 原因竟然是不能共同成长 这个事吧 我觉得你也不能赖人家 你看人俩背后又有基金会 又微软那么大公司 对外那肯定找一个和平的理由 而且我跟你讲 小梅这个人 是一个职业素养极高的人 就从她最开始 刚进微软 从底层职员 然后自己到管理那么大的企业 到后来自己回家带瓦 再后来回来做基金会 每一件事都是想做到 她能做到范围内的最好 包括这次离婚 也是等到她小女儿长到18岁 才提出来离婚 职业素养这么高一个人 你看她处理这些离婚的公关文 肯定是滴水不漏 还有人扒出来说 小梅当时提交离婚申请的时候 原因写的是 两个人的感情 已经达到了难以愈合的破裂程度 就说这背后肯定另有隐情 这个事我跟你 你看你们就没离过婚 虽然我也没离过 但是我去调查了一下 其实就是在你离婚的时候 你要选一个原因嘛 对吧 你看看那些原因都有啥 有说通奸的 出轨的 重婚的 阳尾的 对逼的 又是精神上虐 那不就家暴吗 你说你让人选啥 但是你仔细看看 他们俩之前的言论 也确实有那么一点 风声和迹象 其实不管是在感情上 还是事业上 仔细扒一扒 过去都有那么一些裂痕 就先说说感情这点 首先咱说比尔盖茨 他有一个比他大五岁的 前女友叫做温布莱德 就有温大姐 这大姐是硅谷的一个 创业圈和投资圈的大佬 他俩交往的时候 大姐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 但那时候 比尔盖茨还是个 初出茅庐的小伙 大姐就给比尔盖茨 很多人生 商业上的各种支持 但后来 盖茨妈妈就不太同意 所以这段感情 就无疾而终了 即使如此 盖茨和大姐 一直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粮食一友 加上红颜知己 97年的时候 盖茨接受 《时代周刊》的采访 然后就说 当时他要跟小梅求婚的时候 还特意征求了大姐的同意 大姐觉得 这是一个适合你 走伴随终身的女人 所以盖茨才给小梅求了婚 同时盖茨也跟小梅说好 说之后每年 我都会去跟大姐 有一段时间的度假 小梅也同意了 比尔盖茨还说 这一生我收到的三大礼物 就是我的家庭 微软和温大姐 还把温大姐的头像 就挂在他那个办公室后面 就感觉能给他带来一些 智慧的光芒和启迪 这个事吧 你说就算他俩 出去度假 没什么事 天天我听着这种话 我要是小梅 你说你心里犯不犯个样 而且后来还有什么事 说比尔盖茨跟他们微软 当时一个年轻的女员工有绯闻 然后这个人呢 后来又指证了微软 一些反垄断的事情 前前后后 让比尔盖茨损失了80个亿 小梅也是出面站台 不遗余力的 我支持我老公 我支持我老公 才让这个事告一段落 你就说说小梅 是一个多么有职业素养的女性吧 说回到事业这边 其实他俩经常想法也不一样 就主要体现在管理基金会上 他俩想解决的那个事情呢 有分歧 米琳达这边呢 他就更想解决那些 性别平权的问题 因为他去非洲啊 就看到很多女性 他们也不用避孕套 生很多孩子 生完孩子呢 就得病 病完了就死 死完了又生 越生越穷 越穷越生 恶性循环 然后米琳达就特别想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投了很多钱 最后呢 让欧洲有3亿多的女性 开始自愿地使用避孕套了 这就还挺伟大的 比尔盖茨这边呢 就更偏未来向的东西 比如说解决全球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 解决这些东西 所以他俩经常呢 就针对说这个钱花在哪 会产生分歧 然后每年不是要给大家 写那种公开信吗 就基金会对外的公开信 他俩也是说 我想写这个 我想写那个 两个人啊 就叹式起来了 你想这是两个特别强势 特别有想法 同时执行能力又非常强的人 所以呢 经常想法想不到一块去 就干价干起来了 就有外媒知情人士透露 他俩其实三月份 就已经决定好要分手了 然后这个女方小梅 在加勒比海附近 自己包了一座小岛 一晚上和人民币 一百万左右吧 就把自己家的亲朋好友 全都请来了 就是没请比尔盖茨 大家全面密谋商讨 怎么去声讨比尔盖茨 你看看人家分手 去全家住 84万一晚的小岛 你看看你们分手 可能也就能喝一瓶 8块4的青岛 好 刚好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现在就到了 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关于财产分配 他俩手底下 一共有1340亿美金财产 这其实还算不上 全世界最大的离婚 因为19年贝索斯的时候 两个人手里 一共差不多有1500亿美金 在这1340亿里边 其实微软差不多能占到20% 就是260亿 然后他俩有一个投资公司 里边差不多有300亿美金 再大头的 就是基金会的慈善事业 有差不多500亿美金 然后剩下的00散散 就两三百亿美金 00散散的两三百亿美金 给我也很不错 浩颜无情之恩 这里头最分不清楚的 应该就是基金会了 不过之前也说了 他俩的慈善意向 也不太一样 估计之后 大多数人是觉得各管各的 据说盖茨夫妇 他俩也没有婚前协议 具体怎么分 也不太明朗 不过咱们可以先来聊聊 一般富豪离婚的时候 他们财产都怎么分 其实在美国 离婚率大概是有40%到50% 也就是说 你甭管穷人富人 两个人是不是恩爱 只要你们俩结婚 就有差不多一半的概率 你们俩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所以财产分配这个事 还是非常关键的 一般来讲 离婚的时候要分的 有这么几个东西 最主要的就是财产 然后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抚养费 赡养费 还有律师费 当然这里边 关于抚养费 赡养费 对富豪来讲就是小case了 主要还是去分财产 关于分财产 不同的地方 有自己不同的法律 不过基本上 你们俩可以先商量 如果你们俩能协商一致 就按你们俩的来 如果不行 再拿到法院来判 判的时候 或者你们俩商量的依据 就是结婚的时长 谁在婚姻当中 对整个资产的贡献更多 再就是是不是有一个过错方 假设你要是出轨了 那你就是一个非常过错的方 你在分割财产的时候 你就非常不利 所以出轨这个事 不光是道德上要谴责 它真的是有经济损失的 所以你看很多富豪名人 在结婚之前 都要签一个叫做 婚前协议的东西 叫Prenup 就是Prenuptial Agreement 这就是为了在协商的时候 能够有个依据 对吧 一般就让你们俩人先去协商 如果你们有婚前协议 那基本就按协议来了 如果没有协议 那就两方各找一个律师 开始协商 像这次盖茨夫妇请的那个律师 其实就是两年前 Jeff Bezos请的那个律师 只不过男女双方调了个个 我们来说这个婚前协议里 一般都写什么 最简单的就是财产怎么分 对吧 就比如说前一阵子刚离婚的 卡戴山和侃爷 他俩其实没闹什么风波 也是因为有婚前协议 就规定好了 这几个品牌是你的 这个品牌是我的 我们俩互不掺和 到时候分的也都是一些小钱 两个人就无所谓了 当然这个协议虽然叫婚前协议 但也不是说你婚前签 之后就一直都不能变了 他其实可以在 这两个人的婚姻当中 看有没有一些财产的变化 双方的实力可以去调整 就比如说特朗普 他跟他第一任老婆 前前后后这个婚前协议 在婚后就改了四次 然后最后就是按这个分的 第二任老婆的时候 也有一个婚前协议 这里边他就规定 都是他最care的那些东西 咱都知道特朗普是个 宇宙无敌的大网红 所以名声对他就很重要 他当时在婚前协议里 写的清清楚楚 就是你不准说任何 跟我们俩婚姻相关的 任何话语 否则你就要 反正就是天打五雷 婚姚下地狱 怎么着被法律制裁 那个意思 因为对于很多富豪 或者这种巨富来讲 公众形象都是他们的 一个无形资产 因为他们背后很可能 都有一些什么家族企业 上市公司 任何一些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会影响 那些股价和财产价格 那个可能比他们 规定的一些财产更重要 所以这种事 都得在婚前安排的妥妥的 当然这婚前协议 不光可以保护财产 连遗产都是可以保护的 专门就防那种老夫少妻 等着继承遗产的情形 就比如说之前邓文迪 他不是价格比他大 四十多岁的莫多克吗 然后莫多克的第二任妻子 两人在一块也是三十多年了 要不是半路杀出来 这么个邓咬尽 说不定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当时他第二任妻子 和老莫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协商好了 就专门要防着这个小邓同志 那个家族结构比较复杂了 就是他们那个集团 是由一个信托管理 信托这还挺有意思 我们之后可以开一集讲一讲 总而言之就是 邓文迪你之后遗产 你没有任何继承权 你的孩子呢 你也是离这遗产远院的 你就别想了 当然这对小邓 邓姐也不亏 不管怎么说 结了婚之后 算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圈层 就算没有了这十年的老公 我还可以跟小奶狗 在沙滩漫泡 所以有婚前协议就很好办了 就按大家商量好的 多一分也不多 少一分也不少 要是没有婚前协议呢 就是双方各派一个律师 就开始协商了 就比如说19年的时候 贝索斯离婚 当时这个事呢 其实是因为贝索斯 他自己有过错 他出轨了他们家的一个邻居 女主播劳伦同志 你看看劳伦啊 这是劳伦同志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 非常有人格魅力的女人 另外再加上贝索斯 跟他前妻结婚的时候 也是白手起家 从一个地库里 跟着他一起盖亚马逊 25年的时光 所以最后给他前妻 分了25% 他们俩当时是 一共有16%亚马逊的股份 分了25% 相当于4%亚马逊的股份 你说贝索斯也是很阔气 就算分走了四分之一的财富 还是稳坐世界首富的宝座 而且当时这两口子 这离婚 就算是拿了四分之一 都造就了一个女首富 那是380亿美金 比你当时马云爸爸都值钱 你看贝索斯 这个离婚事件处理的 也是非常的好 就之后双方发一个文 说我们还是朋友 我们再见于江湖 这样对亚马逊的股票 也没有造成什么 特别大的影响 然后去年2020年的时候 又翻回了 双双双往上涨 但你反观 B2K字发出来的那个 就没有说什么 我们还是朋友什么的 所以你这么仔细琢磨一下 这里边还是有点端倪 当然要是能协商好 那肯定是最好的了 但是万一两个人 要是协商不清楚 或者碰上一个愣头青 不讲理的 那就只能发听见了 最有名的 就是之前韩国三星的 长公主李富珍 她也是韩国的女首富 这个女的呢 是一个非常职业素养 非常高的女性 虽然她家有长兄嘛 她继承不了三星 但是她继承了一个 他们家的叫新罗酒店 从01年到15年 也是让这个酒店的营业额 翻了650% 妥妥的一个女强人 但是呢 她就像电视剧里一样 就爱上了她的一个保安 然后在家族重亲的反对之下 他们俩就结婚了 结婚之后呢 虽然这个李爸爸很不高兴 但是也觉得 既然都娶了我们家姑娘了 那就去进修一下 送到MIT学习 但是这个保安呢 真的是烂泥扶不上墙 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也学不好 然后还酗酒 就闹得特别的狼狈 14年实在不行了 她就闹出来说要离婚 分财产也谈不妥 就上诉到法院 后来说好 给你赔个 就是合成人民币 把你赔5000万 就把这事稀释宁人了 但是保安又后来 就前思苦想觉得 我不服 又要上诉 我要分李富珍一半的家产 那就是70亿人民币 然后最后一年一年 又一年 最后到20年的时候 一层法院一层法院上诉 最后终于判下来了 李富珍给她丈夫 大概8000万人民币 这事才算是完结 5年的时间 对她来讲 倒不是说那点钱的问题 真的是老神又伤心 好 说了这么多离婚 就我们学点知识 有备无患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爱情甜蜜 婚姻幸福 这些东西都用不上 最后小渣同学 你在这富豪榜 离婚榜上算是独苗了 你要挺住 小林在这祝你婚姻家庭 美满幸福 这个 我就是不算 商业上的各种支持 但臭来呢 臭来 所以你看很多富豪